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4月25号至27号在北京举行 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近5000名外宾出席本届高峰论坛 针对于中方在峰会上提出的众多改革开放举措 圣马利诺共和国前执政官 联合国世界中小企业联盟主席泰伦奇表示 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不仅将产生经济效益 也将产生社会效益 我特别关注的现在的创新核心技术 因为现在中国的创新科技做到了世界高精尖 这也给了我们参加一带一路的国家创造了更多的上升空间 同时我们也非常赞赏中国政府 现在倡导的带领大家共同富裕 使全世界共同繁荣 在基础设施方面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秘书长布雷托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连接了起来 比起普通道路的修建 他认为边境关卡的无缝对接更具互补性 因为交通的便捷对贸易十分重要 一带一路不仅是 是经济繁荣之路 也是绿色发展之路 亚美米亚共和国能源基础设施 及自然资源部部长格力高梁表示 环境保护是每个国家在合作中都需要关注的领域 亚美米亚与中方签订的合作计划中 就涉及环境政策等诸多方面 如果您做非常完善的领域行动 没有考虑的经济和社会 你可能会失败 同样如果您做一些经济的考虑 没有考虑的领域行动 你一定会失败 本届高峰论坛的主题是 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 由开幕式 领导人员桌峰会 高级别会议 专题分论坛 写家大会等系列活动组成